如果我们提前把好事说出来的话 可能会硬要 那请问师傅这个原理 是不是因为说的太多 心太有功高我慢 才会把这个好事硬要 还是什么原理 还有一个鬼嫉妒 有一个好事情的说的话 功高我们固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 你把好事情提早说出来了 鬼嫉妒啊 鬼是小气啊 谁叫小气鬼啊 好的 明白了 那如果是其他的同修 听到图腾或问答节目 知道了这个同修 那不管 那就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 明白了 明白了